這個影像是8月16號決賽的時候的影像 你看決賽的時候下雨 這個雨還不小 就我的經驗就是決賽我們在下雨的時候 真的要稍微小心一點 就是跟車先不要跟著太近 因為你那個反應時間會沒有 怕就是大家全部擠在一起撞成一坨 但是我也覺得這個是需要板示的 對吧 而且你稍微有一點點距離 比較容易你看全部都滑出去了 對吧 因為它那個突然來的會很快 它可能突然一下來的失控會非常快 你看後面那個車子都是冰圈的 有沒有 是吧 然後你看現在大家在跑這個大家就會 所以 因為 離有一點距離第一個是有辦法反應之外 第二個 你也可以參考那個速度 看前車在那個地方看辦法撒下 好現在紅旗了 停止比賽了 因為雨下太大了 我們就只好回去 然後你看在賽道上的規矩是這樣 紅旗的時候你看馬上舉個掃 對不對 告訴後面車子 欸比賽已經停止了 而且已經有就是事故了 因為你在賽道上沒有方向燈可以打嘛 對不對 啊手就是你的方向燈 效果現在就回去了 那 雨天啊開車啊 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磨練技巧 因為有的人是這樣 他練車他只練晴天 他雨天不練 可是問題是比賽的時候你沒辦法去知道說 他到底是晴天還是雨天嘛 對不對 是吧 所以建議各位就是雨天的時候也照樣下去練 那雨天要怎麼學到經驗呢 就是不斷的練習 你車要怎麼開得快呢 就是不斷練習 不會發門 你就是一直開 沒辦法 就是這樣 你要磨練出這個技術 就是要累積一定的時間 OK 好 給各位忠告 好吧